土豹是爱王客 其实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 看客家人的 客家文化的一个很可爱的节目 然后呢 从一个国际的人物 就是一个土耳其人的角度 看客家庄 去不同的客家庄 就是发现最有客家味的 最有客家味的文化 历史 美食 人文 它是一个 我觉得是 有那个客家人的客爱 里面有那个客爱的 风格的一个 很 很精彩的节目 还蛮丰富的一个节目 我相信看的观众 就是 可以更了解 更接近客家人的文化 客家人的生活 其实对我来说 以前呢 完全不太了解 到底客家人是谁 然后呢 明南人是谁 我完全不知道 然后呢 但是后来我在台湾 主持节目 让我发现 其实台湾有很多客家人 然后呢 在台湾的客家人 也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而且是 我们的那个国父孙中山 他也是一个客家人 对 所以以前完全不知道 所以每天遇到 就是任何一个客家人 一发现 其实客家的人的文化 还蛮丰富的 但是 以前 完全不知道缺点是 他们真的是 没有办法可以 真正的很会 解消他们的文化 所以今天 我的功能是 去他们的客家庄 了解 他们的文化之后 要解释给 所有的 所有的台湾的朋友们 在客家很好客 对不对 太棒了 太高顺 太棒了 昨天 昨天我真的在台东 每天吃 吃到饱 晚上 他们是无缝 在这里不要浪费 一直要吃 因为客家人很总是 清简 很清简 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可以浪费他们的食物 但是你是主持人 要吃很多嘛 一定要吃 所以呢 我真的 昨天在台东吃 真的太饱了 真的太饿了 那就代表 他们想要你吃饱饱 回家很开心 或记得他们 但是他们看到 外国人的时候 他们特别喜欢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 第一次跟外国人接触 他们特别喜欢 就是介绍给自己的文化 因为他知道 你不懂啊 如果我是一个台湾人 问他 大哥不好意思 木花鸡是什么 他说 白吃木花鸡 你没吃过吗 没有吃过吗 但是因为一个外国人 用一个最单纯的心 跟他说 大哥 我问你啊 木花鸡是什么吃 我告诉你 他真的是很努力 介绍给你 对我来说 我在台湾的每一天 主持节目 对我来说 每一天是一个 很棒的学习 我在这里有一天 有可能是我会去土耳其 我年纪大了 我真的要跟所有的人 分享我在台湾 报道上的生活 因为对我来说 世界上最漂亮的舞台 是在这里 我的出发点是台湾 现在是从这个舞台 我可以 是可以慢慢的 红到其他的地区 可以让更多人 知道我们这个台湾 这个字 对我来说 每天主持 每天是学习 语言 然后呢 文化 历史 有一天我会相信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有一天我真的在土耳其 也可以做 关于台湾这个中华文化的很多不同的工作 客家人很想要 介绍给我 客家的女生 然后呢 名男的朋友们 也很想要 介绍给我一个名男的朋友 我觉得 去客家的啦 挂保证 可以吗 真的 不是 去客家的女生 有没有人想 真假 哎呦 像我好害羞 好像有 OK啊 没有问题 有可能 我真的很想要 真的在台湾 欢迎你要做客家色狼 什么意思 不是客家色狼 不会 不会 是客家女婿 不会 客家小狼 客家色狼 客家色狼 我觉得是可以 因为我的妹妹 她没事跟我说 大哥 如果要结婚的话 千万不要外国人 她跟我说 五缝 一定要找一个台湾人 因为对 我觉得是 我在台湾真的是 很开心 我想要我的baby 有可能是 有一天是一般台湾 一般土耳鲜 我觉得更开心 客家人你知道吗 我昨天发现什么 超漂亮 超漂亮之外 昨天我看到 80岁 60岁 70岁的人 他们的皮肤 好漂亮 没错 好漂亮 真的是跟客家人 就是结婚 就这样子的感觉 真的棒 哎我为什么跟你一起比啊 我这样好尴尬 为什么 好像要嫁给你了一样 为什么不行啊 我现在主持 收入稳定 有金钟奖 我在台湾六年 国语 可教话 明南话都不标准 还有什么 你等你 客家话学标准一点 我们再来考虑一下 不然你没有办法 跟我阿公沟通 给我六个月的时间 我要找你 OK 给我六个月的时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